我們看看第2場,4班1800的長途賽 重返馬3號御風超映 5月14日回來香港 這場賽事,共創歡樂,精彩飛動,最聰晨,狀態最美麗的三隻 看看五七十一這三隻 五同七這一對,黃龍斯林赤火神龍,上次谷草2200 11加加勝以上,上次是田草1400,今次是齊齊專程谷草1800 我們先看看共創歡樂 狀態到了位很久,但真的不算是很厲害的馬 這次又有些配備,但走過他也是爽的 南海策略 長期叫平穩的水平,他看上場也輸得遠 但之前他也去過幾、三個多馬位中間輸回來 十二當就難跑一點 上次厲害,雨風超映 對,一放得出,貼到欄,原來這麼厲害 但跳過這個頭還點得多些 還有紅馬關係還有一點心急,但他會贏 精彩飛動近近95 贏完馬之後就轉人 但回到谷草是他的主場 狀態叫保持得到的,一檔應該幫到個人 黃龍私力 走過還是挺急勁的 但似乎也是能力證明上面不算很多 近過都是在泥地那裡近的 金魚耳 神粗還是挺好看的 但今季陣上搏下去就真是很反覆 得來之餘都覺得有少少退步 看看今次重戴眼罩,國能會否叩醒他 又一隻莫雷拉摺氏欣的馬赤火神龍 交換坐騎 兩個莫雷拉跑這隻是贏馬拍檔 走過他還欠一點火氣,叫做恰河 靚子驚 今次靚子驚用田太安特別配合 但我覺得千八稍為長了一點 中年馬走過樹起尾 都是這樣的慣例 可以 這隻還未出頭,最醒神 所以今次也換到潘頓 看我能否幫到他出頭 因為神粗見大馬走過他不論盡 是有狀態的 馬脫緊的配備,緣分 走過都沒有那麼肉身 翻步都是暢順了,是好緊 緣分都就到,先看著吧 是嗎?說你自己 說你而已 加加勝二是510 是中間那隻夾住了,磨一下鬥心 但走過他有少少緊張 你看他兩隻馬中間很不自然 還是周身濕的 至你共想 他有少少像銅購的高耀晉升 高耀晉升 開始慢慢來 肯走了些,留意著走勢先 呂建威、呂Sir 明天也要報下強陣 除了剛剛上名的真精彩 管德店之外 美場還有非凡品味守美門 當中上次上名的還有一隻最醒神 上次最醒神 除了所有配備 跑1650米 我都擔心他會不會嚴短 撲不到上來 但他仍然交出一個相當好的表現 跑到第二 前面那隻贏 就是當場錯事 控制著步速發財覆升 潘頓跑 結果這隻最醒神 那場除了配備 給他一些新鮮感 遠路貼爛 直路板正唐太聰 他都越聰越勁 雖然威脅不了頭馬 但第二都相當督定 這次回到1800米 我覺得跑法上面 或者路程適應性 比1650米現階段來得更加好 今場錯事 何宅堯坐冷板椅 因為潘頓拿出來跑 騎煉剛剛上星期三 就贏了一隻勝利風範 這隻最醒神 今季裏拼未出頭 看看這次用到潘頓 可不可以這次贏回場 余風超影上次初跑 谷草千霸馬馬上贏 這麼厲害 這次行不行 聽騎士史卓鋒怎麼說 其實外擋不用擔心 這隻馬還有一些口 跑了一些短途 所以速度感是快的 只要今天 這次賽事在十一檔起步 出了來的話 這隻馬下距的速度感 我覺得會比赤火神龍快 有機會像上次的麻約蘭 當然這次的不同 就是副榜加了 但這些紅馬 其實剛剛叫做起步 現在就有很多進步空間 下季會更加之好 不過你看上一次 放得這麼快 一口氣回來 看來這四班都是很超級的 只要這次不要突然間 臨場什麼變化 走樣說這隻馬 交出水準應該都在 如果同樣交出水準 我覺得共創歡樂 我覺得要反先 遇風超影是有點難度的 但是撲入一席 我覺得他都做得到 因為看回這次 他撿到綠檔 還有就這樣對著遇風超影 上次其實他就讓了 遇風超影榜 但是這次倒轉 就受讓了一磅 還有撿到綠檔 他不用自己帶頭 有馬跟著 剛才史卓鋒訪的影片 都看到他跟馬 追馬都可以 雖然威脅不了遇風超影 但是勝做這隻馬 跑法比較主動 用到無險冬 馬房也要爭成績 靠鬥志就搭救 三甲一席都可以預算 沒錯 其實我覺得這次的千八賽事 反觀可以看回 今場究竟哪隻馬 會放到前面走 除了遇風超影之外 赤火神龍 我覺得今場真的有機會搶 回頭分析 後面彎位上來的 就是黃龍司令 為什麼這樣說 因為你看回上次的谷草2200 也跟第一場我選的馬一樣 跟龍龍一樣 都是貼籃四隻 這次的賽事 其實有機會的馬 跑法都相對比較前置 而在影片播出來的 就是赤火神龍 也都是 轉一轉跑法 因為輸的時候 或者落地的時候 他的表現就是在後面跟 唯一上名的路程 他的跑法就是相對的主動 所以轉一轉騎士 用到莫雷拉 我希望用上場的跑法 因為上場就是蝕欣跑 再說 其實去到51分這個評分 已經是載延的水位 上季是61分赢馬 低10分那麼多 除了佳選那隻 雨風超英可能會擺前奏之外 我反觀覺得 赤火神龍今場 莫雷拉的五檔 如果他早段積極一點的話 以他的形勢上 甚至私家三欄 應該可以讓雨風超英 早一點點拿到頭段 那我先駁一下赤火神龍 好 第二場研究完畢 休息回來 看看第三場 明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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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